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在做这期视频之前呢 做第二集之前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 就是我做这个古希腊语教学的初衷 那我的初衷呢不是想解决一些非常深奥的一些语言语言学发音学 考古学的上等问题 我只想让大家在这个系列看完之后 能给你一段比如说赫马史诗的一段节选 或者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一段节选 然后大家可以看出查一下字典啊 翻翻之前的笔记啊 大家可以做出可以翻译出大概90%到95%的意思 我觉得这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好那么上一集播出的播出之后呢 有两个朋友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人说你这个节目好枯燥 学语言这么枯燥能不能有意思点 第二个朋友他做了笔记 但是呢我看他这个书写形式呢 所以他的一些书写的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想在这个第二集的 在第二集中我还是继续的慢慢来放慢脚步 然后用这个在屏幕上带大家手把手的写古其他字母 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现在我们考古出来的一些碑文呀 淘气上的这个字嘛都是大写字母 全都是大写字母 他们当时是不会用小雪字母的 那么为了现在的人的阅读以及这个语言的演化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以小雪字母为主了 然后之后我给大家的文章里也会都是以小雪字母为书写形式 除了一些特定的人名啊地名 他的手字母为大写以外 对其他都是小雪 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根据字母表升起来 首先第一个是alpha alpha怎么写呢 很简单 他就是一笔alpha 基本上就是在两个横线的中间 或者我写大一点就是这样 alpha 那给大家举一个单词 举一个例子 还有一点 再强调的一点 就是大家首先先不要在意这个上面的是什么东西 我后面肯定会跟大家解释的 那这个单词怎么念呢 这个电词念作anglos anglos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信使 就是传信的人用来传递一个信息 比如说两个国 两个城邦打仗 一个国王给另外一个城邦派出的这个人 就是anglos 信使 那他们在他有没有一个英语端子跟他非常像呢 有 他就是 angel 是天使对吧 那天使是什么 天使就是神的这个信使嘛 去给人传递一些信息的 那第二个字母呢 beta beta呢 它要占到这个 三根线 两格 就是这样写 beta 那么是一个alpha 做个参照 那么举个单词就是 barbaros barbaros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野蛮人 或者是外邦人 或者是外邦人 特指不说希腊语的人 叫barbaros 因为 希腊人觉得他们说话 就发这种 baba 的音 就所以叫他们barbaros 但是慢慢的演化到英语中 就变成了野蛮人了 ok 那么第三个字母 第三个字母 它是gama gama呢 也是要占 基本上占到这个两格的 就是这样子 gama gama 那再几个单词就是 g 不好意思 写错了 grafo grafo 这个是不是听上去很熟悉 如果对英语非常熟悉 对英语非常熟悉的话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写 书写一个东西 那现在英语有什么词呢 那非常简单 就是跟它发音一样的graph 图表 当然 这里是一个名词了 那grafo 在希腊语里面是一个动词 ok 下面一个字母 下面一个字语是delta delta delta 是这样写的 那 第一集中呢 我留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作业嘛 就是让大家读那个古希腊的神 那其中一个神呢 就是 它大写的是这个样子 那我把第一个字母换成小写 就是 这样子 它怎么念呢 Dionos Dionos 但是我发现我写错了 Dio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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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Dionos Dionos 就是那个救神 OK 下面一个字母 下面一个字母呢 是 Epsilon Epsilon 小小的Epsilon Epsilon Epsilon呢 非常非常著名的单词 Ergo Ergo 就是我 对吧 英语里面呢 写成 Ergo 在拉丁语里面也是Ergo 然后在弗洛伊德勒心语 心理学中这个词 非常的 普遍 存在 好 下面一个单词呢 下面一个单词呢 是 Zeta Zeta Zeta这个词稍微有点难写啊 因为它像在转圈一样 所以它是怎么写的呢 我夸张一点 它是这样写的 再写一遍 小一点 Zeta Zeta 那么 一个 一个非常 非常好单词 就是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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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上去也很熟悉 对不对 那 Zoom 它的意思呢 就是动物 那 现在的这个Zoom 动物园 就是从这个单词 来的 OK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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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笔 下面这个 撇下来的这个东西 可以就写长一点 可以夸张地写长一点 那 有一个 在战神 那个God of War 应该是三里面出现的一个神 被Kratos杀掉的人 太阳之神 叫 Helios Helios 就是太阳 太阳 现在 几乎没有人用这个单词了 在英语中也没有太多人用这个单词 不过就大家就说Helios Helios 就是太阳 太阳 下面一个词 我比较喜欢 下面一个字母 我比较喜欢的 Th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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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说的吧 就是把这个舌头放在你的两个牙齿中间 Theta Theta 那一个 跟上面的Dionysus和这个Helios有一个非常有关的单词 就是Thios Thios Thios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神 就是对神的一个统称 就是神 上面的Dionysus和这个Helios 他们都可以被叫做Thios Thios 神 OK 那么下一个字母 下一个字母就是Iota 像一个像英文字的I 不过 英语的I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蓝色要稍微这个 这个地方 我要往后面 右边稍微勾出来一点 那也是一个在古希腊 人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动物 Hippos Hippos就是马 马 那在比如说在神话中 战争中啊 或者说在一些 呃 迎送 呃 送别诗里面啊 或者是一些 呃 讲战争的这个诗里面的这个词 非常的容易出现 OK 下一个词 下面一个词是Kappa K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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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ppa呢 呃 有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戒字 叫Kata Kata 在什么什么下面 在什么什么下面 那 这个词呢 会跟很多动词组成一个复合型的动词 那比如说叫做Kata Strafe Kata Strafe Kata 和Strafe 那 在英语里面有一个跟它发音几乎一模一样 对不对 叫Kata Strafe 什么 灾难 灾难 那 我们 那这个词为什么就是在现在是灾难呢 那Kata就是在什么什么下面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下 Strafe Strafe的意思就是转动 那它就是转到了什么 下面转到了什么 下面大家就可以想象 比如说一些灾难事前 末日发生的时候 这些城市啊都开始向下陷入 沉入海底 对吧 所以现在就是Kata Strafe OK 下面一个字下面一个字母就是Lambda Lambda Lambda 像 挺像这个中文里的入 对吧 Lambda Lambda 上面加不下这个小匹啊 其实看个人的看个人喜好吧 那 他 以他为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词 Logos 这个单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在不同的哲学家 不同的历史学家 不同的这个演说家中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意思 他的本意呢 就是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看到英语单词 英语单词里面很多这个很多学科的词 其实都有他的 他以他为结尾 比如说 我们 看刚刚刚的这个Theos 是神 然后现在这个Logos 把它拼在一起呢 可以变成 Theology Theology就是神学 讲关于神的东西 OK 下一个字母 下一个字母是 Mu Mu 可以一笔写 可以两笔写 我习惯用一笔写成 那 他也有一个一大开拓非常 常用的当词 在英语里面 就是这个Mega Mega 什么什么大 什么什么很大很大 比如说 尤其是在一些游戏作品啊 或者是这些动漫作品 影视作品 你会看到 比如说陈奇宝 数码宝物里面有这个超进化嘛 他就叫Mega进化 对吧 我就不会用日语读了 我就不读了 那下面一个呢 就是New New这个呢 像个V一样 但是尽量不要把它写成V 可以写出自己的风格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尽量的和这个英语字母的V啊 是还是有区别的 那 他有一个单词非常喜欢 那 我现在呢 就 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 Nostale Nostale 什么意思呢 Nostale就是回家 回家的意思 那 有一个单词 英语里面的单词就叫Nostale 我现在就非常想想家想家 那这个词在 荷马史诗的第二本 这个奥德赛中非常非常常见 因为讲的是奥德修斯 他想回家嘛 回家 下面一个字母 下面一个字母呢 这就是+,onna 他和这个刚刚我们上面的这个Z 其实就是比Z 他多赚了五二 那我写 那我的这边就写成这个样子 我 我得把它写大一下 夸张一点 就是 这是Z 对吧 然后这是XX 那 他有一个词 其实也比较常用 Xenos就是异国异乡人,异国的异乡的 那英语里面有一个词叫Xenophobia 它其实也是跟刚刚的Catastrophe一样 也是有两个古西亚词跟造成的 Xenos就是这个Xenos就是外来的外乡的 Phobia就是害怕,那这个词就是恐外的恐惧外面的 那Phobia这个词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 能看到比如说Clustrophobia,对吧 就是害怕这种狭小空间的 OK,那下一个 下一个词我们下一个词就Omicron O这个几乎跟英语的O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我在这本书上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举例的一个单词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在 你百分之百读所有的古希腊语的这个文献都会看到就是U 它就是No或者是不 它就是这个古希腊语的这个你的否定副词 非常非常常见 非常非常常见 OK 那么下一个下一个就是这个P了 或者是Pi 他就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这个我发现做数学的时候肯定 或者物理啊 见到他就非常非常多了 那他 那么 他有一个什么词呢 那马上父亲节就要到了 那这个Pater Pater就是father 父亲 Pater 下面一个字母是Row Row 密度的Row 那么这个书里面也 也没有找到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么就还是以Pater为例吧 它是这个Pater最后一个字母 OK 下面一个字母呢 是Sigma 它有两种写法对不对 一个是在词中 词前 还有一个是在词末 Sigma Sigma 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或者你把它写成大写 如果是就是一般它会写成大写 但是在这里的话 我就用小写来表示了 Sograt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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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 OK 那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字是Tau Tau 像T一样的 不过这个前面可以稍微弯一点 这个和前后两个稍微弯一点 有点像派的这个前后 可以稍微的做一下这个 加弯的处理 Tau Tau 那有一个 词叫做 Thress Thress 就是三 数字三 那英语里面就有 Triple 比如说 游戏里有Triple Kill 三啥 三啥 OK 下面一个字 我们下面一个字 Whoopsie long Whoopsie long 它一定要跟这个New 也做好区别 要跟英语的V做出区别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区别 好好记住 不要混淆了 那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叫Hudro Hudro Hudro就是Water 水 那它 但它不是Water的词根了 那它有那 跟水有关 那么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元素 叫 不好意思写错了 D-R-O-G-E-N 这个D 刚刚差点写什么这个Delta Hydrogen Hydrogen 氢 对吧 水化学师的一部分 好 下一个字母 下一个字母是 Fay Fay 一笔 Fay 这个Fay呢可以 我举的例子呢就是 刚刚说的这个Xenophobia 你的Phobia 它的一个动词形式 Fo-Be-O-My 写得清楚一点 Fo-Be-O-My Fo-Be-O-My Fo-Be-O-My就是我害怕 我害怕什么东西Fo-Be-O-My Fo-Be-O-My 下面一个Kai Kai Kai 也真的尽量的写的跟跟这个X啊 或者是跟数学 跟英语的X写的有点区别Kai 那么在古希腊 现代希腊 你现在去希腊 跟人家打招呼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表达跟人家打招呼Kai Kai 就是你好 你好 下面一个倒数 第二个了 Psi Psi 差不多就是刚刚这个 Oopsi-Long Oopsi-Long 在它中间把它斩断 Oopsi-Long 这个 以这个字母为首的这个单词 非常非常熟 我就不举例了 好 最后一个字母 最后一个字母就是Omega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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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动词 叫 Oph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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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帮助 我去帮助 那么如果大家看过莎士比亚 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看过莎士比亚 大家知道哈姆雷特里有一个角色叫Ophe-Long Ophe-Long Ophe-Long 那好 那这节课呢 我就把这个这节字母啊跟大家写了一遍 希望大家可以自己的尝试自己多写一写 那么我们就下节课再见 拜拜